大家好,我是雷伤,关注雷伤,健康瓜科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摔倒之后导致骨折的严重性 那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骨骼的强度还有韧性都会逐渐的下降 非常容易出现骨折 根据统计每年全球有超过150万老年人因为摔倒而导致骨折 那么其中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就是宽部的骨折 那宽关节的骨折是老年人摔倒后最常见 也是最严重的骨折类型之一 那么宽部的骨折不仅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而且呢育后也是非常的糟糕 研究发现宽部骨折的患者在一年内死亡率高达10%到20%左右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那宽部的骨折不仅仅会导致短期内的疼痛 还有一些住院的质量 还会给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还有独立生活的能力造成长期的损害 那么很多老年人在宽部骨折之后呢 无法恢复到之前的活动的能力 甚至需要他人照顾严重的影响了自理能力 所以呢我们啊一定要高度重视老年人摔倒骨折的问题 尤其是宽部的骨折 那么通过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帮助老年人远离这种灾难性的伤害 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第二方面的内容 就是老年人摔倒骨折的常见的原因 那么诱发老年人摔跤之后骨折的常见的原因啊 有很多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自然规律下的骨折退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人体的啊会发生一系列的一些变化 那骨折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 但呢也并非永不衰了 从30岁就开始 人体的骨密度呢就会逐年下降 然后到了60岁以后啊 这种骨质的流失的速度会明显的加快 60岁以上的女性在绝经以后的前五年内 骨密度每年下降2%到3% 这让他们呢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症 那骨质疏松症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老年性的骨科疾病 这种疾病呢会导致骨骼它的强度大幅度的下降 骨折的风险大幅度的提高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摔跤骨折的风险啊就很高了 这个时候发生骨折就很难完全恢复到原有的一个活动能力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老年人的骨密度健康 那么除了这个骨骼它本身的问题 营养不良也是导致老年人摔倒骨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很多老年人由于饮食的结构不合理 特别是钙维生素D的摄入严重不足 那么这些对骨骼的健康至关重要 那么它如果出现营养素的这些缺乏 那也会大大的增加骨折的风险 那我们都知道钙是构建骨骼的一个主要的成分 而维生素D呢是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的 那么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是长期的摄入不足 那么骨骼就会变得脆弱 非常容易骨折 所以呢保证老年人的钙和维生素D的摄入量 是预防骨质出松 预防骨折的一个重要措施 那么总的来讲呢 其实骨骼的自然的退化 还有营养不良 是造成老年人摔倒骨折的两大主要因素 我们一定要全面的重视这些问题 采取科学的有效的预防的方法 预防的措施 来去帮助老年人远离这种灾难性的伤害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一聊第三方面的内容 如何通过饮食调整 来去预防老年人骨折 针对造成老年人骨折的这些主要的原因呢 何医生啊 跟大家总结了一些预防的建议 其中饮食的调整呢 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那么首先啊我们要增加乳制品的摄入 那么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的一个研究表明啊 经常摄入乳制品的老年人宽布骨折的风险 可以降低25%相关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数据 乳制品丰富的一个概质 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是有助于提高骨密度的增强骨骼的健康的 从而降低骨折的发生率 那除了这个乳制品之外呢 深海鱼类也是老年人不可获取的营养来源 深海鱼类当中富含 欧米加3脂肪酸 富含维生素D 那么这些都是对骨骼的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维生素D能够促进人体吸收更多的钙质 从而增强骨骼的强度 而欧米加3脂肪酸呢 可以调节骨的代谢 抑制骨质的流失 所以呢50岁以后 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鱼类 为自己的骨骼健康贡献一份力量 那除了乳制品 除了鱼类 还有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 比如说奶酪啊 肉类啊 蛋类啊 等等 那么这些也是非常适合老年人骨骼的一个健康的食品 那这些蛋白质啊 它不仅仅能够促进骨骼的伸展发育 还能够维持肌肉的力量 从而呢 降低跌倒的风险 所以呢 通过这种合理的调整饮食结构 增加乳制品鱼类 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那么老年人啊 就能够啊 大大的增强自身的骨骼的健康 从而有效的去预防这个啊 摔倒骨折 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安全非常有效的预防措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一聊专门的一些防摔倒的练习 那除了刚刚讲的饮食调整啊 其实呢 定期的进行一些专门的防摔倒的练习 也是非常有效的预防措施 那么研究显示呢 坚持进行平衡还有力量训练的老年人 摔倒的风险可以减少35% 那么这是一个数据啊 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 足以说明防摔倒练习的重要性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这些防摔倒的练习呢 那么主要呢 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平衡训练 那么通过各种站立 步行 转身 等等这些动作 来去锻炼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能力 减少因为失衡而摔倒的一个概率 那么第二个就是柔韧性的训练 通过伸展 拉伸等等这些动作 那么提高关节的活动范围 然后增强肌肉的柔韧性 减少因为僵硬导致的摔倒 那么第三个就是力量训练 通过呢 这种腰部肌肉的力量训练 增强双腿的一个支撑能力 提高抗摔的能力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协调性的训练 通过一些综合性的协调性的一些动作 锻炼大脑对肌肉的一些控制能力 提高身体的反应速度 那除了锻炼身体的一个素质 我们其实还要注重居家环境的一些改变 那很多老年人的一些居家环境存在 一些隐患 比如说地面过于光滑 楼梯没有扶手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这些都是容易造成摔倒事故的 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去改善 家里面的这种环境 比如安装一些扶手啊 加上一些防滑垫啊等等 尽量的消除老年人摔倒的一些隐患 那么通过定期的进行这种防摔倒的练习 还有就是改善居家的环境 我们是可以大大的降低老年人摔倒的风险的 有效的去预防骨折的发生 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又有效的预防措施 那么综上所述 通过合理的这种饮食的结构的调整 规律的防摔倒的练习 居家环境的改善等等这些综合的措施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有效的去预防老年人的摔倒和骨折 让他们能够安详晚年 远离这种灾难性的伤害 好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也欢迎大家把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学会这些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 好的关注黑社健康瓦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